为协助及支持偏乡高风险家庭度过疫情难关 天主教善务基金会发起了善务平安乡的计划 结合花莲中南区光复、玉岭、热税、卓西在地部落、小农、居民还有志工 每两周送一次物资 希望透过部落互助的传统文化精神来帮助弱势家庭挺过疫情 继中区的光复、热税之后 天主教善务基金会南区中心人员 一早便忙着将小农以及部落妈妈们所栽种的蔬菜水果 制制的水饺、肉灶等冷冻食品 足以分类打包在Lihate Masfala'a的扇木平安乡内 并亲自送到偏乡若是家庭 还可以吗? 我们要很开心 是要谢谢特别感谢花莲有一家新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们这次呢 因为针对的疫情看见我们在部落原乡有一些家庭 生活现困的家庭呢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物资 所以特别用它这份捐款的部分呢 我们就推了一个叫做散木平安乡 然后也希望可以结合在地的部落的小农 一个小农任养一家户的概念 一起来跟我们共同照顾 因为这次疫情可能遭受一些生活现困的家庭 在花莲企业的捐助下 天主教散木基金会就发起Lihate Masfala'a散木平安乡计划 结合中南区五乡镇十多位小农部落族人及志工 以每两周送一次物资的方式 透过部落互助的传统文化精神 帮偏乡高风险家庭挺过疫情难关 而且我们这平安乡的部分 因为经费的关系 所以目前我们会连续执行三个月 那目前总共整个从光复引南 总共会有69户的 有参与我们这次的平安乡的服务 散木基金会表示 散木平安乡计划将针对花莲中南区 69个高风险经济弱势家庭 连续三个月的民生物资发送 发挥部落互助的传统 即便疫情严重冲击生计 让每个弱势家庭都能拥有 阿美族说的离哈代平安 在疫情严峻的当下 能如不能足以祝福 马斯法拉阿一样好好生活 接着是玉兰卓西采访报导